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亲再爱 夫妻 父子 朋友 一定要离别 生离死别 很难再在一起 为什么呢 和人的业不相同 特别恩爱的夫妻 死了以后呢 一个变猪 一个变狗 生在一个家里面 你拱我 我听你 我前辈子的事都不记得了 这是个人个人的业 说的好像很恐怖 其实呢 事实就是这么一回事 佛法能讲真实的故事 佛法从来不讲假话 人死的 有些人生天 有些人下去 个人业不相同 各奔虔诚 个人造的业不一样 在六道里头呢 随夜受报 一转世一投胎 个人造 个人的盗取 怎么会在一起呢 什么叫个人随个人的业呢 这跟大家就分享一个故事 讲一个穷鬼 在一个饥荒的年代 要逃荒了 1922 看过没有 逃荒 河南 当时饿死好几百万人 有个叫王老六的背起自己的全部财产 一袋红薯 就加入了逃荒的队伍 就像财主 把小米架在车上逃荒 走到半路 王老六通到一个饿的只剩下一口气的负质量 父亲背上也背着一个很重的袋子 那个人见老六背着那么多红薯 便向老六讨一个要给孩子吃 老六不肯 那个人便说啊 你卖给我行吗 说完 把自己背上了一袋银子 钱倒在地上 老六的眼睛直了 因为他穷了一辈子 做梦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银子 那个时候就是发大财了等于 老六背着一袋银子上路了 他怕那个父子俩反悔 夹快了脚步往前赶 几天后 老六再也走不动了 因为他一路上买不到任何东西吃 买他红薯的父子 两个人很快就赶上了他 老六望着那个男人背上的红薯 开始后悔了 他走上前 注意要把红薯买回来 那个人呢 无论如何也不肯卖 一个都不肯卖 老六慈望地跌坐在地上 抱着他的银子在饥饿中死去 这个老六呢 死了以后啊 就见阎王了 阎王说 本想给你一个发财的机会 没想到就要了你的命 真是人为财事 鸟为死亡 老六说 我前世穷怕了 今生不想再当穷人了 阎王说 其实你全是也命不该穷啊 那红薯你只要卖一半 也就不叫穷了 谁叫你全部都卖了呢 今生的事呢 好说 我请问你 今生你有两个方向 一个去向是 一万个人供养你一个人 另外一个去向是 你一个人供养一万个人 你愿意走哪条路啊 老六一听 不加思索就打了 肯定是一万个人供养我一个人了 然后千万千地高兴而去 三十年后 老六又回到阎王爷 大说 阎王爷骗他 阎王笑道 怎么就说我骗你了呢 老六说 听了你的话呢 我做了一辈子乞丐 阎王爷说 那就对了 一万个人供养 一个人就是乞丐啊 一万个人供养你 家家吃万家饭呢 一万个人供养你 一个人不是乞丐吗 你不能供养你 只能怪我啊 只能怪你自己贪心呢 就业 自己一贪心就做乞丐了 你要是不贪心的话 你有钱啊 你一个人供养你一万个人 说明你很有钱 你发财了就 老六一听呢 便对阎王说 阎王老六 我接下来一次求你 一定得让我过点好日子 阎王说 这个好说 现在有两份好差事 一份是看守一座金山 一份是看守一片土地 你先拿一个 老六这回仔细地想了想 觉得还是看守金山比较好 阎王爷看着老六 远期的背影说 这人身就是穷命 众小鬼问为什么 阎王说 看守一片土地的差事 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地方当大官 那个看守一座金山的差事 实际上是当一只老鼠 鼠一座骨仓啊 你看 输骨仓去了 正是幽命 富贵在心里 生活是你自己过出来的 同样的路 有人漫步 有人奔跑 有人驾车 方式不同 结果就会不同 同样的命运 有人笑着抗争 有人哭着哀求 有人静默地承受 态度不同 结果就会相依 没有谁能规定你的生活模式 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人性格不同 选择就不同 选择不同 命运就跟着不同 这就是业 你为什么有性格不同呢 业不一样 选择就不一样了 命运也就不一样 所以命运还是念音自我的呀 就像往生极乐世界呀 你要想往生极乐世界 人的业不一样 往生极乐世界也是你选的 到时候你临终的时候 你想去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不录取你 你也没办法 你不符合条件 所以要知道在世的时候 大家不管感情怎么好 死了之后 是各奔前程 真正能够永远在一起的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念佛求生净土 你要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跟你的家亲眷属是天天见面 所以要想常常见面 这个地方是非去不可 你要想跟亲人 跟你的道友 跟师父在一起 你就得去极乐世界 否则下辈子就很难见着了 而且你要劝你的这些亲人 舍不得分离的 永远要在一起的 一起念佛求生净土 也唯有到了极望极乐世界 大家这才真正在一起 永远在一起 除此之外 要想永远在一起 根本就不可能 人死了之后 被业力迁去轮回 下一次再碰到 那真是无量节之后 纵然碰到了也不认识 人和人下一次想相遇 这不是很容易 所以哪有想佛好呢 真正想和喜欢的人 永远不分开 永远在一起 大家都想阿弥陀佛 都念我出身 极方极乐世界 这就对了 生到极方极乐世界 你跟你的家亲眷属 天天见面 永远不孤单 不往生极乐世界 你一定要知道 你永远是孤单的 你每一次的路 都是孤独的就走 那这些亲人呢 其实也都是冤亲在主 现在的家庭 孩子呢 对父母也许 父亲还没有死呢 就开始分财产 兄弟之间也不和 和睦的也不是很多 都互相争夺 猜忌 夫妻之间 也是这个样子 好的时候很好 不好的时候 就成仇人了 所以呢 我们到极乐世界 才是最好的 末法时代呢 大家都有业 真正的想去 极乐世界 一定要趁早 把该消的业 消完 好好的发福利心 求出离心和福利心 那这样就有把握了 再修修空信费 那到极乐世界呢 品位就很高 没有空信费呢 到极乐世界 品位低一点也能去 那这个才是绝对有把握的 我希望我们的地址 各个最低成就 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成就高一点的 就品位高一点 再高的 就寄生成就也有 寄生成就也不是难使 啊 这个大家要有自信 只要你掌握了正确的方法 是很容易的承到 没有正确的方法 你很多人这辈子 就是那样混淆 收手节 什么要里面 混混日子 两堂功课背下来 背了三五年 还不知道是干什么 两堂功课有什么用 一点烦恼没减少 出离心 铺离心都不懂 都不会修 打坐也不会做 基本的产典公务都没有 心也不知道怎么去降服 什么也不会 出家真的可惜 年轻人 其实说实话 基础都不够 教理也不同 都坐哪里打坐 掺掺掺 哪里会掺掺 但是你不知道 掺掺是怎么一回事 那能掺得出什么东西 坐哪里昏沉 基本上不会用 听也听一点开始 事实上没有基础 那些基础太差了 根本就不会用 因为我在很多残堂里 都住过 那残堂里的人 哪里会用功 稍微好一点的 就在那里念佛 念咒 那是稍微好一点的 你差的根本就在那里 混实践 很多人知道 往生净土的重要性 还是要强调一下 大家用功是要用的 但是还是要归向净土 这辈子呢 往生净土先有把握 然后再讲有没有更高的成就 如果有更高的成就 当然更好了 那有空性智慧 如果寄生在这里 就能够开大智慧 那当然更好 我先认识 这项好 还好 我拿来 你 我 可以 我 有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